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這 俄軍躲在戰壕裡 武裝甲部隊突擊 美報告提報 大流行病0號病人 竟是石正麗得意門生 習近平擺不平 中共高層詭異 政治局現異常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16號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最激烈的戰鬥發生在這 俄軍躲在戰壕裡 武裝甲部隊突擊 作者沈舟在《大紀元》撰文表示 目前最激烈的戰鬥應該發生在 烏克蘭中部扎伯洛熱地區與東部頓尼斯克地區的交界處 烏克蘭反攻部隊的前鋒旅在此展開猛攻 烏克蘭軍隊也在扎伯洛熱地區中間地帶向南展開攻擊 應該是烏克蘭反攻部隊的另一個前鋒旅 但似乎只投入了一部分 更像是一種洋攻 烏克蘭的反攻應主要集中在 扎伯洛熱與頓尼斯克地區的交界處 很可能投入了一個旅的大部分兵力 在比較寬的戰線上實施全面突擊 多處突破了俄軍的第一道防線 按照俄軍的防禦部署 第一道防線的任務是及早發現烏克蘭突擊部隊 並使用反坦克武器攻擊烏克蘭的裝甲車輛 同時快速不雷 實際沒有指望能擊退烏克蘭的進攻 而只是減緩進攻的速度 烏克蘭軍隊突破俄軍第一道防線應在意料之中 躲在戰壕裡的俄軍難以抵擋烏克蘭裝甲部隊的快速突擊 俄軍也有大量反坦克武器 但烏克蘭軍隊在突擊前 勢必對俄軍的防線實施了強大的炮火打擊 俄軍只能躲在防空洞內 炮擊結束後 烏克蘭的坦克和裝甲車輛可能幾分鐘就到了眼前 留給俄軍進入陣地和操作反坦克武器的時間 比較有限 烏克蘭軍隊的攻擊都在夜間進行 利用了北約援助的夜市設備 擁有了戰場上的較大優勢 烏克蘭坦克和裝甲車行進中 重機槍連炮會持續發射 把俄軍士兵壓制在戰壕內 抬不起頭來 此時俄軍炮火可能還沒有準備好反擊 戰壕內的俄軍士兵輕易不敢探出頭來發射反坦克武器 保命的最佳選擇就是從安全通道迅速撤離 並匆忙扔下反坦克地雷 前蘇聯電影中有不少士兵抱著炸藥與德國坦克同歸於盡的畫面 無論有多少人真曾這樣幹過 但在如今的戰場上 估計沒有哪個俄軍士兵會有這樣的勇氣 俄軍最初聲稱進行了有效反擊 並損壞了烏克蘭軍隊的鮑2坦克 但俄軍將領承認 雷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此推斷 烏克蘭軍隊的坦克和裝甲車 突破俄軍第一道防線之前或之後 部分可能誤入了俄軍提前設置的雷區 美報告提報 大流行病0號病人竟是石正麗得意門生 6月14日 美國網絡平臺Substack上的自媒體Public和Rocket發表報道稱 經過多位美國政府官員的長期調查 第一批被大流行病病毒感染的人 即0號病人 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胡奔 牛燕和魚瓶 這些人都參與了這次大流行病的製造 傳播和掩蓋 報告說 美國政府內部的消息來源說 最早感染大流行病的三個人 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胡奔等三人 他們都是武漢實驗室的成員 在2019年11月 他們就出現了類似的感染症狀 當時他們正在對大流行病進行研究 報導寫道 因此我們不僅知道武漢實驗室科學家在2019年11月患上類似大流行病的疾病 而且還知道他們正在與大流行病的進行合作 並通過插入功能獲得獨一無二的特徵 報告說 關於這三名武漢病毒研究所科學家的身份 美國政府內部的消息員回答得非常確定 當一位消息人士被問及他們如何確定這三名武漢實驗室科學家的身份時 我們被告知這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胡奔基本上是下一個石正麗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布羅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家阿里納晨說 他是石正麗的得意門生 他一直在製造合成的SARS樣病毒 並在人員化小鼠中進行測試 如果我要猜測誰會做這種冒險的病毒研究 並最有可能意外感染 那就是他 世界衛生組織人類基因組編輯專家諮詢委員會前成員傑米·梅茨爾 從2020年初開始就對胡奔提出過質疑 他說 如果能夠證明胡奔生病了 這會更早改變大流行病的遊戲規則 那就是確鑿的證據 胡奔武漢實驗室的首席研究員 習近平擺不平 中共高層詭異 政治局限異常 最近幾天 多家海外媒體注意到 中共自去年二十大後 每月例行的政治局會議分別在去年11月 今年1月和5月消失 官方沒有公布曾召開會議 這一變化引發外界關注 香港《星島日報》15日分析 政治局會議一般定期召開 如果總書記認為 本月沒有什麼重大事項要議 也可以不召開 尤其經過十年執政 習近平在中共黨內地位定於一尊 一錘定音 集體決策客觀上是弱化了 言外之意 隨著習近平權力達到頂峰 中共政治局的地位已經被逐漸淡化 但也有分析認為 政治局會議出現異常 可能與當下的中國時局有關 時事評論員文昭日前在他主持的《文昭談古論金》節目中分析 在此前的幾次重要會議上 高層官員翹克已成常態 習近平對政治局的執行力已經強烈不滿 文昭舉例 在3月全國兩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 新任總理李強罕見缺席 而且6月5日至6日 習近平在內蒙古主持三北重點生態座談會時 又有多名高層官員缺席 這都是不符合中共官場規則的異常信號 文昭分析 中共高層政治體系看來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混亂 這讓習近平產生了嚴重的焦慮 他對原有的這個決策機制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 文昭說 習近平可能認為 問題出在中央政治局這一集 此外 上月底他主持召開中共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稱 當前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和艱鉅程度明顯加大 並稱 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 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等等 旅美資深評論人士鄭旭光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習近平對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最核心的表述就是政權安全 但是他在講話表述中也講到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實際上指的是內外環境確實在迅速變糟糕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訊號 上個月 習近平前往雄安新區視察時 由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 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 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陪同 被指大秀權力 規格之高打破中共歷史之罪 有評論認為 總理變成一個小跟班 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倫理的變化 即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統一領導 習近平雖然大權獨攬 但日子卻似乎並不好過 今天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只想回家比X手勢向烏軍無人機投降 俄兵鋪地獄回憶 軍備短缺 俄軍自左砲接連慘遭五連轟 404日乎回答 中國目前什麼問題最嚴重 歐洲議會通過AI監管法禁止人臉識別 Chad GPT 恐被迫退出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oria關烈圓結尾 週 succes pesso menglen四民 男朋友雙棔大利 我們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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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